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ONE PIECE 綁梯 那今天我們來打一下BOSS對戰的環節喔 目前來說打完之後則明應該會來買一下 我們這邊的通行陣啦 因為通行陣這邊可以拿到蠻多黃色碎片的 就可以來提升一下我們這個白鬍子西洛伊街喔 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升到就是我們那個 60... 80等啦 80等應該就會不錯 然後最近玩了之後發現 就是倚仗不愧是我們打BOSS戰的超強角色 他就在原地一直不斷的點點就可以了耶 我整場就是怎麼樣 我都去旁邊掛機 然後就一直按倚仗 一直按攻擊就好 因為他會自動在那邊 算是最好刷的這個活動了吧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一直瘋狂的打 然後這次BOSS戰的話是兩隻 是我們戈爾羅傑跟我們的愛德華紐蓋特 就是我們的白鬍子跟我們的夯海旺啦 好不好 海賊王好不好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一下 究竟能不能打出我們的 好成績了各位 走走走起 還蠻不錯的啦 說真的 好 來了各位 兩隻技能上他們還會有那個合體技啦 就很像當初那個 大媽跟凱多的那個 霸國一樣 好像是威國啊 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那個 很大的那個傷害 然後真的就是要選這種 就是能夠一直BOOBOOBOO的這種角色 你就可以讓自己那個傷害的combo往上疊加 然後疊加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很開心很high的 就是很快速的把這些BOSS給他打掉 你看 我基本上我現在就是這樣子 然後站在原地 然後就一直按攻擊就好了 從頭到尾好不好 就是一直這樣 瘋狂一直按攻擊 然後 有技能的時候也會偶爾按一下技能這樣 然後 如果我在忙的話 我就是一直按攻擊就對了 然後就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然後 然後 不管他 就是瘋狂射 他其實射距離還算是蠻遠的耶 你也不用擔心會不會射不到或幹嘛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真的就是要 打比較認真一點點的話 你就當然就是走過去一直瞄準這個 白鬍子跟這個羅傑啊 然後他們待會要開那個大招的時候 自己要記得閃就對了 那打了一段時間之後的話 基本上那個 對 戰國跟這個 卡普就會過來喔 就會就是 有這兩支支援 他們有點想要呈現就是當初就是那個 大戰的那個時候吧 所以待會還有那個卡普會登場這樣 輕輕鬆鬆刷 在這邊一直瘋狂的 咻咻咻咻就來了 就是這招 這招一定要閃喔 因為這招不閃你就差不多死一半了 就會直接死掉 閃一下 其實不閃也沒差啦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角色是那個基德羅 而且目前來說這個 隊友的這個幫助真的很大 他們都打還滿好的 完全沒有問題 來 弄死弄死 直接瘋狂一直 狂打猛打就好了 你看我這邊一直在 在外面射那些 很白色的東西 他應該會自己去鎖定嘛 他會自己去鎖定這個角色 你看我們這邊只要一直不斷的 這個combo連上去之後 這個損傷就會加300%跟加很多 那這些Boss就會很輕鬆 直接被我們給轟爛 然後就刷完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關卡 其實算刷還滿快的啦 刷還滿快的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最近可能都會來就是 買一下這個吧 就是買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通行證吧 因為 通行證有拿之後對不對 其實這個 你看他這邊就是可以拿超多的這些 這個珠珠 最主要是那個 黃色碎片好不好 黃色碎片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個差不多 可以拿到100個吧 嗯 那每次活動都可以拿100個這個黃金碎片的話 那我們抽到一些角色要把他練起來 應該就會世界還滿快的好不好 那就完全沒問題了 而且 目前來說如果都不去課金抽一些東西 然後都累積鑽石的話 那買個這個通行券支持一下好像也 不會說太差 那我待會來看一下那個通行券 究竟要多少錢喔 看一下究竟要多少錢 才可以買那個通行券 我覺得通行券應該還算是 沒問題的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給大家走起 那通常大家應該都是會買通行券跟那個 跑步機的吧 我覺得通行券跟跑步機這個 算是還滿重要的這兩個 嗯 那兩個就是一個是可以幫助自己就是 順順利利的這個 累積更多的這個黃色碎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加速自己累積更多的這個黃色碎片 然後其實 如果有一些卡石啦 你看 有時候就會變成這樣了 就是如果你沒有在管的話 你就變成在這邊一直在那邊 偷偷滑水 被隊友看到一定說 喔這個人在滑水這樣子 就不想來說除了那個 這些 這些手段可以拿到這個黃金碎片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抽那個卡 然後抽卡的時候的話 基本上你也是可以拿到這個 黃金碎片的 我之前就有抽過 那我不知道這個 究竟拉這個財寶有沒有什麼幫助耶 對啊 拉這個財寶不知道 你們幹嘛 因為大家都還是一直瘋狂在扁那個 一直瘋狂在扁就是我們那個 扁我們那個羅傑 其實我們拿這個財寶之後 那個打的這個攻擊傷害就會變得不到 這我就不知道了 喔 有啦這邊 奪完之後我們會有那個 類似我們那個奪寶的那種加成 所以還是 還是會有比較 比較好的一些效果 你看那個 羅傑跟白鬍子直接被打爛耶 我的天阿 哇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隊友們太強了 而且他們居然不是用這種就是 就是連續攻擊的這個 他們是用那個索隆耶 還有一些索隆的那個連續刀器也是可以 感覺應該也是ok的喔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在打完阿 他基本上就是可以拿我們這邊的這個 支援嘛 但是你要拿支援之前的話 你必須要先去 打關卡或是怎麼樣 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碎片 那這個碎片的話在我們就是那個 任務裡面也是可以拿的 因為我剛剛一直瘋狂去刷就是我們那個 排位在那邊然後瘋狂刷就發現 好像打到一定的這個層級之後 好像就拿不到那個碎片了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阿完蛋了 今天會不會碎片已經拿滿了 不能拍了 結果後來去任務那邊一領 喔 領了六十幾個 又可以再打個六場了 完全沒問題 基本上其實我們目前來說大概刷了差不多 我覺得二十幾場內就可以把這整條的這個 活動都給他打完了 所以也不會太久 所以就是可以輕輕鬆通 而且你只要有倚仗阿這種的 不愧是我們的那個好不好 不愧是我們那個BOSS戰的這個超強角色 全部人都選他 裡面還有一個雞拉耶 來 改變 啾啾啾 弄死弄死 啾啾啾 可以喔 狂扁猛 唉唷 狂扁猛扁 從半闖入 可以喔這個 唉唷 來 扁爛扁爛 啾啾 啾啾啾 這個很爽耶 那全部都是那個倚仗瘋狂 連續開 開擠 你看我們十分鐘基本上裡面就快要把這六場都打完了 哇這個子彈 你看 你看他旁邊那個combo的這個跳速超強 所以 為什麼當初就是大家就說就是那個 拿到倚仗的時候大家就說這隻角色很厲害的原因就是這個 因為他打BOSS戰真的是搶到一個 爆炸 瘋狂在這邊快速累積我們的combo數 哇真的很強 但感覺好像我們這邊的傷害好像都沒到很高耶 就真的要把他們打掃這樣也不是說到這麼簡單 雖然隊友這邊都瘋狂在攻擊 雖然累積的combo是一直往上加的 但好像很難就是去把那個BOSS打死 對阿 沒有像剛剛那個索隆他們那麼快喔 感覺啦 我是不是要被砍到了 先走先走 對阿 但是沒關係 因為至少你只要在這邊一直瘋狂的射擊阿 那個遲早都還是可以把這個BOSS給他打爛的 哇靠 我不知道這個可以到達多少耶 這個1456 不知道能不能到3000或2000 我沒有看過到這麼多的 喔來了 瘋狂的一直用這個耶 是他們的合體技耶 喔我被震到了 哇靠 我被震飛了 但沒關係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斯德 過來大家加油 喔完了 哇重新累積了 剛大家全部都死光了 哇可惜了 第一隻碰到這種局面阿各位 我剛剛原本想說可以那個的耶 然後我們那個誰阿 戰國跟卡普是不是都死吧 真的耶 不會是打不贏吧 我們藍的combo數累積超高 結果打不贏耶 那也太慘了吧 對啊感覺就是因為 大家這個傷害輸出這些都太低了 所以就算combo累積到很高 也是沒有辦法打你 哇靠 那這兩隻也是很硬耶 我覺得 我天阿 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角色是能夠來幫忙累積combo的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能夠來打那個大傷害啦 不然這樣好像 會打不贏耶 原來還會這樣子喔 我以為我們這把應該穩贏的耶 因為一堆一仗 因為我還是需要幾個那個 還是需要幾個輸出手啊各位 哇 哇 哭了 哭慘慘 沒啦各位 哇 尷尬囉各位 尷尬囉 對啊輸掉了耶 還會這樣子喔 笑死 那不起來就大家打我們這個boss戰 除了以仗以外 你們還會用哪一些角色來挑戰這個boss戰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那今天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啦 試一下我先把這些打完 然後拿完我們這邊的黃金碎扁 再來怪一下我們的白鬍子沒有問題